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一生我要敬爱你 我一生身上的爱你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问你 我的心在泪尽海流 你是我心里的满足 你是我为你的笑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问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我的心身上的爱你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问你 我的心在泪尽海流 你是我心里的满足 你是我为你的笑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问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你是我心里满足 你是我为你的笑 在你的座前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我的神我要敬爱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真理赐给我们 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 求你让我们不仅认出真理 并且可以活出真理 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因你的宝血 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需要你的怜悯 求你去除我们心中的忧暗 私欲 偶笑 求你将上帝的话语 放在我们的心里 好让我们因着这话语 成为圣洁 进入永生 我们如此祷告 是靠着耶稣基督 阿们 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约翰福音 18章28节 至19章16节 众人将耶稣 从该亚法那里 往衙门内解去 那时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秽 不能至于月节的宴席 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 说 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是呢 他们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 犹太人说 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 将要怎样死的话了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 叫耶稣来 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呢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 把你交给我 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落属这世界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彼拉多就对他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彼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月节要给我 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 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这人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彼拉多用荆棘鞭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紫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 穿着紫袍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彼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彼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 又进衙门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定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彼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 反以自己为主的 就是背叛凯撒了 彼拉多听见这话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扑华石处 西伯来话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坐堂 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 约有五镇 彼拉多的犹太人说 看哪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喊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说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 定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 交给他们 去定十字架 各位弟兄姊妹 单从继续文的角度来说 可谓是非常的精彩 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 是四本福音书共同记载的 但属耶汉福音 记载的最详细 记录了各方面的对话 由于时间有限 今天我想就里面的几段对话 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信息 以及隐藏的属灵含义 首先一段对话 是彼拉多第二次问耶稣 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我是王 你已经说了 我为真理做见证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上 凡是属于真理的人 都听我的声音 彼拉多问他 真理是什么 在这段话的末了 彼拉多那一句 真理是什么 可谓是非常的经典 这既是摄问句 也是疑问句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彼拉多问了这话 没等耶稣回答 就出来去见犹太人 说他是疑问句 是因为即便过了两千年 哪怕我不做调查 也敢肯定 彼拉多一定不知道 什么是真理 敢这么说 是因为 当时真理的本体 耶稣 就站在他的面前 而且已经告诉他 但他还是没能认出来 然而他没有认出耶稣的原因 也很简单 已经隐含在耶稣之前的话里 因为他不属于真理那边 从这段对话中 不免让我们联想到如今的世界 真理的本体耶稣 已经来到世上两千多年 可世人还是在到处寻找真理 如有时真理也被以某种正确 这词来替代 像思想正确 理论正确 或者西方现在比较流行的政治正确 等等 这些所谓的正确 很多时候听起来非常的动听 让人悠然神往 可一旦实行起来 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因为这些都是出于人的私欲 是编出来的理论 不是真理 还有一些人从宗教里寻找真理 有些宗教认为 如果要寻找真理 就要放下所有 做到道空天空地空人空四大皆空 但问题是 如果什么都空了 那要真理何用 而且如果有了真理 那也就不空了 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有些宗教为了捍卫所谓的真理 宁可自杀也要杀害别人 但如果真理是基于害命的基础上 那它一定不是真理 因为良心告诉我们 谋杀或者杀别人是恶的 还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信 无神就可以找到真理 但如果没有上帝作为比自己更高的标准 每个人就只有自己是最高的标准 那后果就是只要自己觉得舒坦 无论做什么事情 哪怕伤天害人也是不成问题 可见这一定也不是真理 真正的真理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 也不是某种正确可以替代的 更不是自己 而耶稣基督 只有他是上帝的道 是上帝的话语 是真理的本体 只有在耶稣基督内 人才能找到真理 相信耶稣就是认识真理 有了真理 人才有盼望 有永生 第二 如何才能认识真理呢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耶稣面对比拉多受审时 不仅比拉多没有认出耶稣就是真理 就连犹太人也认不出耶稣就是真理 但不同的是 比拉多三次宣布耶稣是无罪的 而犹太人也是三次高声呐喊说他有罪 要杀死他 比拉多是第一次见耶稣 即便他认不出耶稣是真理 但凭手中的证据 就判断耶稣是无辜的 是无罪的 而犹太人自称为上帝的子民 并且有全辈的律法 但也认不出耶稣是真理 是他们的救主 是他们的王 反而想要杀死他 其中的缘由值得令人深思 比拉多暂且不谈 因为他没有判耶稣有罪 那我们的重点就来看看 犹太人为什么认不出耶稣 当然其中的原因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多 今天没有办法详细的一一述说 但就从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的几处呼唤和对话中 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端倪 第一处是比拉多问他们 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人时 他们回答说 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 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犯人被拉到法官面前 原告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阐述他具体犯了什么罪 而不是说如果他没有罪 我就不会把他带到这里 可见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也说不出耶稣到底有什么罪 而耶稣根本就是没有罪的 是无辜的 相反 诬告耶稣的犹太人却是犯罪的人 因为他们冤枉了好人 从中就可以看出 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作恶的 那他会想尽方法诋毁扭曲真理 那自然也就没有办法认识真理 第二处对话是比拉多在问他们 要不要自己的王室 他们又喊着说 不要他 要巴拉巴 这巴拉巴是一个抢盗 这段对话说出了犹太人当时的心境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犹太人的王预示着上帝的许诺 因为上帝允许将来会有一个王来掌管以色列全民 并且他会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且直到永远 所以王对应的是公义秩序和上帝的许诺且有永恒的价值 而犹太人想要的是站在一个对立面的强盗 想要的是要反叛 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造反推翻罗马人 由此可见 如果一个心里没有安宁 心里没有公义 只追求眼前 哪怕是不惜用暴力破坏自己的传统 和自己的道德的民族或者是人 是找不到也没有办法认识真理的 第三处画是比拉多第三次宣告耶稣无罪的时候 犹太人回答 我们有律法 根据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为他自命是上帝的儿子 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也知道 不仅仅是耶稣自己宣告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天使在报加音给玛利亚的时候 也说他要怀的是上帝的儿子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眼开了 天父上帝 圣父也宣告他是自己的儿子 并且不止一次的如此宣告 而且还有很多人也宣告过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还有圣者 就连魔鬼也如此说过 可见天上地下人间 不管哪一方都宣告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只有一种可能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可偏偏当时的犹太人认不出来 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律法 难怪保罗说 以文会使人死 而圣灵却使人活 犹太人因为守律法的文字 守律法的规条 把他们的信仰给守死了 且导致文章这些文字 成为了他们的信仰 而不是律法原本应有的精神 这也告诉如今每一个人 如果将自己的文化教条 传统历史 或者某种的传承 作为自己的信仰死守 哪怕这原本是好的 也会让人认不清真理 成为认识真理的阻碍 导致人错过真理 第四处是比拉多最后一次问犹太人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王 而这一处是最致命的 要知道 当时凯撒不仅仅要百姓认他为王 同时也必须承认凯撒是神 从祭司长口中喊出凯撒是王 也就意味着整个犹太民族的信仰的堕落 意味着犹太人再一次回到了拜偶像的老路之上 心中有了偶像 那自然也就看不见上帝 看不见上帝 不认识上帝 那自然也就认不出真理 认不出耶稣基督了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从反面的一个例子 看到了犹太人为什么会不认识真理 认不出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 是他们的王 我们也应该以此为戒 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远离恶行 放弃心中的偶像 这样才能领受真理的圣灵 通过圣灵才能认识耶稣基督 认出他是真理 愿上帝帮助我们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同声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父的 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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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